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不仅是社会地位和金钱的象征 更是我们心中内股堆认可与成就的渴望 当我们开始追求这些外在的成功 内心的平静逐渐被侵蚀 灵性的火花也慢慢黯淡下来 我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追求权力与名誉会如此危险 首先 权力是一种能够控制他人的能力 当一个人拥有了权力 他便能够左右他人的命运 而名誉则是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是一种外在的认可 这两者看似无害 甚至是正面的 但实际上 他们能够引导我们偏离内心的真正需求 我们在追求权力与名誉的过程中 容易忽视内心的声音 当我们过分看中这些外在的事物时 往往会让我们失去对内心的关注 内心的平静 灵性的追求 这些都被权力与名誉的光芒所掩盖 我们不再关心内心是否平静 灵性是否丰富 而是沉迷于外在的认可和控制 这样的追求会让我们逐渐偏离人生的正轨 当我们为了权力与名誉而拼搏时 我们的行为和决定常常会被这种渴望所驱动 我们可能会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力 选择一些违背道德和良心的手段 这些手段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成功 但长远来看 却会让我们的内心受到伤害 灵性逐渐枯萎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将这些外在的成功 看得比与神的关系更重要时 我们的灵性会受到严重的侵蚀 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内心的连接 是灵性成长的源泉 然而 当我们被权力与名誉迷惑 这种连接会被削弱 我们不再关注内心的需求 而是沉迷于外在的成就 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失去灵性的力量 追求权力与名誉的过程中 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无尽的竞争中 我们会不断比较 不断攀比 这样的心态会让我们内心不再平静 比较和竞争会让我们变得焦虑和不安 内心的静谧被打破 我们的灵性被侵蚀 我们不再是为了内心的成长而生活 而是为了外在的成功而奔波 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失去自我 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 我们开始认为只有拥有权力和名誉 才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 然而 这样的价值观会让我们忽视内心的真正需求 我们不再关注内心的平静和灵性的成长 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外在的成功上 这样的转变会让我们迷失自我 灵性的火花逐渐熄灭 更糟糕的是当我们将权力与名誉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时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狭隘而单调 我们不再关注内心的丰富和多样性 而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追求外在的成功上 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失去对生命的热情 灵性逐渐枯竭 我们不再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而是被权力与名誉所束缚 内心的平静被打破 权力与名誉的诱惑 还会让我们失去对他人的关爱 我们开始将他人视为达成自己目标的工具 而不是平等的生命 我们不再关心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的成功上 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 与他人的连结也变得越来越浅薄 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会让我们失去灵性 还会让我们孤独无疑 另外追求权力与名誉会让我们忽视真正重要的事物 我们不再关心家人和朋友的感受 不再重视与他们的相处时光 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远离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温暖和快乐的人 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孤单 灵性也逐渐消失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对我们心灵的一种巨大打击 我们也会发现 当我们将权力与名誉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时 我们会失去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 我们不再关心大自然的美丽和奇妙 不再感受到自然带给我们的灵性力量 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人工化 灵性也逐渐被物质世界所掩盖 我们失去了对自然的联系 灵性变得贫瘠 最终追求权力与名誉会让我们失去对自己内心的了解 我们变得越来越迷失 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内心变得空虚 灵性变得黯淡 我们不再是那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自己 而是变成了一个被权力和名誉束缚的傀儡 这样的生活无疑是对我们心灵的一种巨大损失 物质主义是一种让人迷失的强大诱惑 当我们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世俗享受时 我们很容易忽略内在的需求 这并不是说拥有财富或追求舒适是错误的 但过度的物质追求会让我们失去平衡 让我们变得贪婪 自私 并失去内心的宁静 当我们把物质财富和世俗享受放在生活的守卫时 我们会陷入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总是想要更多 却永远不满足 这种无止境的追求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空虚 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物质主义不仅让我们迷失自我 还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一心只想赚取更多的金钱 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 我们很容易忽略了身边的人 我们会变得冷漠 对他人的需求漠不关心 甚至会因为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伤害他人 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疏离 让我们感到孤独和空虚 此外物质主义还会让我们忽视真正的重要事物 我们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赚钱购买奢侈品 追求享乐 却忽略了家庭 友谊和健康 我们的生活变得表面化 只关注外在的物质 而忽视内在的精神和情感需求 这样的生活方式最终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失落 因为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我们必须认识到物质财富和享受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来自与他人的真诚关系和爱 当我们放下对物质的执着 专注于内在的追求 我们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物质诱惑 广告 社交媒体和娱乐产业无时无刻不再向我们传递物质智商的信息 让我们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我们被告知 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享受才能带来成功和快乐 然而 这些信息往往是虚假的 会让我们迷失方向 失去自我 面对物质主义的诱惑 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学会辨别真正的重要事物 我们需要培养内在的丰富 学会感恩和满足 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归宿 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摆脱物质主义的束缚 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物质主义的诱惑不仅让我们忽视内心的需求 还会让我们变得冷漠 自私 当我们一心追求物质财富 我们的心灵会变得麻木 对他人的需求默不关心 我们会变得孤立 与他人的关系变得疏远 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感到孤独和空虚 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而不是外在的物质享受 当我们过度追求物质财富时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单一 失去色彩 我们会变得焦虑 因为总是担心拥有的不够多 或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财富 现代社会中 性诱惑如影随形 不仅在道德层面上让人感到失望 更深深摧毁着我们的灵性 你是否曾经在无意间被网络上的不良内容所吸引 又是否感受到日常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各种性暗示 这些诱惑以各种形式存在 悄悄侵蚀住我们的心灵和灵魂 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性化 媒体 广告 娱乐产业无时无刻不再渲染着性 试图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看似无害的表面吸引力 背后隐藏着多大的陷阱 性诱惑真的只是短暂的快感吗 还是它正在暗中削弱我们的灵性 让我们渐渐失去对纯洁和美好的追求 每天我们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和图像 这些内容可能在不经意间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占据了我们的思想 色情影片 露骨的广告 甚至某些电视剧和电影 都可能成为性诱惑的来源 你是否意识到 这些内容不仅在道德上让人感到不适 更重要的是 它们对我们的灵性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性诱惑会使我们变得麻木 让我们渐渐失去对纯洁和美好的追求 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污浊 你有没有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对这些内容变得越来越习以为常 甚至开始接受它们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样的变化 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是快乐还是无尽的空虚 保持心灵纯洁是抵抗性诱惑的关键 当我们意识到这些诱惑的存在 认识到它们对我们的危害时 我们是否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不被一时的快感所迷惑 我们追求的是长久的心灵平静和快乐 而不是瞬间的刺激和满足 你是否准备好 为了这份内心的平静 付出努力 远离那些不良的媒体内容 控制欲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你是否曾经思考过 过度的欲望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它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掌控 变成欲望的奴隶 你真的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这些外界的诱惑牵引 还是想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的灵性需要不断提升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平静 你有没有尝试过 找到一些能够真正让你放松身心的方式 让内心充满平和和安宁 当我们的心灵充满了这些美好的情感时 我们是否会更容易抵抗外界的诱惑 不被他们所影响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持警惕 你是否愿意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互相鼓励 共同抵抗这些诱惑 这样的联盟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 还能够让我们在面对诱惑时 感到不再孤单 你是否准备好 为了心灵的纯洁 选择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骄傲 一种深藏心中的诱惑 往往在我们不经意间悄然侵蚀灵魂 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的意见总是最正确的 是否忽视了身边人的感受 只因为你认为自己比他们更有智慧 这便是骄傲在作祟 让我们渐渐远离千辈和感恩 从而阻碍我们的灵性成长 当骄傲占据我们的心灵 我们会开始自以为是 使自己的观点为唯一真理 这种态度会让我们拒绝 接受他人的建议和批评 顾不自封 不再进步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自信 是否真的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反而 它可能让我们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停滞不前 骄傲还会让我们变得冷漠无情 当我们过于沉浸在自己的成就中 我们会忽视他人的痛苦和需求 是否曾经有人向你求助 而你因为觉得自己更重要 忽视了他们的呼声 这种冷漠会让我们失去与他人的连接 最终变得孤里无缘 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 没有他人的支持和关爱 我们又怎能真正成长 自负更是骄傲的另一个表现 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优越感 而对他人产生鄙视 觉得自己比他人更值得尊重和赞美 你是否曾经因为自以为比别人更优秀 而对他人的意见嗤之以鼻 这种自负会让我们失去对他人的尊重 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 当我们的骄傲让我们与他人渐行渐远 我们会发现身边支持我们的人越来越少 孤独感越来越强烈 骄傲还会使我们失去内心的平静 当我们总是追求外在的成就和认可 我们会陷入无尽的竞争和比较中 内心充满焦虑和不安 你是否经常感到压力重重 因为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还需要更多的成就来证明自己 这种不满足会让我们无法享受当下的生活 失去对生活的感恩之心 而灵性的成长 需要的是一颗平静和感恩的心 不信任他人是骄傲的另一个恶果 当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能力 我们会变得怀疑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你是否总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而忽视了他人的智慧和经验 这种不信任会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变得孤里无缘 灵性的成长需要团结和互助 我们只有学会信任他人 才能真正进步 最终 骄傲会让我们失去对生命的敬畏 当我们自以为无所不能 我们会忘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你是否曾经因为过于自信 而忽视了生命中的细微美好 觉得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这种态度会让我们失去对生命的珍惜和感恩之心 灵性的成长 需要我们时刻保持对生命的敬畏 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嫉妒 这种情绪是否曾在你的心中悄然滋生 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成功时 那股无法医治的烦躁和不安 是否曾让你感到无所适从 这就是嫉妒的力量 一种强烈而又难以控制的情感 它不仅摧毁我们的内心平静 更会悄悄侵蚀我们的灵性 嫉妒 不只是简单的情绪波动 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毒药 它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不足 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负面情绪 我们都渴望成功 都希望在某一领域获得认可 然而 当我们看到别人达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成就时 我们的心情会变得复杂 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人好 而是因为我们无法接受自己尚未达到那个高度 极度是否让你对自己的成就视而不见 只专注于他人的光寒之下忽视了自己的努力和进步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 你的朋友刚刚获得了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 或者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 而你仍在原地踏步 那种不甘和失落 是否让你无法心平气和地祝贺他们 这种感觉似乎是本能 但它其实是对我们灵性的一种伤害 我们应该从他人的成功中找到启发 而不是让极度之火燃烧我们的内心 极度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无止境的比较之中 这种比较是否总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光鲜亮丽 却忽视了他们背后的努力和心酸 我们是否忘记了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轨迹和节奏 别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失败 我们应该学会欣赏他人的成就 从中汲取力量和灵感 而不是让极度蒙蔽了双眼 当我们感到极度时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 这种情绪从何而来 是否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不满 还是因为我们对他人的期待过高 极度的根源 往往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不自信 和对他人过度的关注 我们是否应该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 学会与自己和解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这样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灵性 极度还会让我们失去感恩的心 当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好 却忽视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时 我们是否会变得消极和怨天尤人 感恩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它能让我们在困难中看到希望 在平凡中找到美好 我们是否应该学会感恩自己的成就 感恩生活中的每个小确幸 这样才能摆脱极度的困扰 极度还会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因极度而对他人心生敌意时 我们的行为和言语是否会变得尖酸刻薄 这会让我们失去朋友 失去支持和爱 人际关系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它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感 我们是否应该学会珍惜和维护这些关系 而不是因为极度而破坏他们 极度还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消极的情绪中 这种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我们是否会因为极度而感到焦虑 沮丧 这些负面情绪是否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我们应该学会放下极度 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这样才能保持身心的健康 学会欣赏他人的成就 是提升灵性的关键 我们应该从他人的成功中找到启发 学习他们的优点 而不是极度他们的光环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轨迹 我们不需要与他人比较 只需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 当我们学会欣赏他人的成就时 我们的心灵会变得更加宽广和包容 我们会发现世界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他人的成功并不会减少我们的机会 相反他们的成功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榜样 让我们更加努力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极度是我们灵性成长的一大障碍 我们需要用智慧和爱去化解它 我们是否应该学会从他人的成功中汲取力量 而不是让极度之火烧毁我们的心灵 当我们学会欣赏他人的成就 我们的心灵会变得更加平和和强大 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灵性 懒惰是一种看似无害却充满破坏力的诱惑 它潜移默化地侵蚀我们的灵性 让我们渐渐远离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懒惰不像其他诱惑那么直截了当 它更像是一种慢性病 逐渐侵蚀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忽视灵性的修养和日常的灵修活动 当我们陷入懒惰的陷阱 生活开始变得混沌无序 我们可能开始忽视祷告 渐渐忘记冥想的重要性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灵魂就像被蒙上了一层灰尘 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想象一下 你的心灵就像一面明镜 懒惰让它变得模糊不清 无法映射出真实的自我 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是对抗懒惰最有效的武器 当你选择每天早晨醒来 面对新的一天 心中充满感恩和希望 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击退了懒惰 这种积极的态度 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潜力 让我们不断前进 追求更高的灵性境界 定期进行祷告和冥想 是另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祷告让我们与更高的力量联系 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方向 而冥想则让我们回归内在 倾听自己的心声 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 还能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试想每天早晨醒来 你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 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开始你的冥想 这样的片刻 让你从繁忙的生活中抽离出来 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 当你感受到内心的平静时 你会发现 懒惰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 我们的现代生活节奏飞快 各种资讯和事物接踵而至 很容易让人感到疲惫和分心 然而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通过祷告和冥想 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就像给心灵充电一样 这些灵修活动能够让我们重新获得力量 迎接生活中的挑战 懒惰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双重诱惑 当我们的身体懒散时 心灵也会变得迟钝 我们不再渴望追求更高的灵性目标 反而沉迷于眼前的舒适和安逸 这种状态会让我们的生活失去方向 灵魂也会因此而枯竭 但我们可以选择改变 从小的改变开始 比如每天早晨花几分钟冥想 或者在睡前进行简单的祷告 这些小小的举动 能够慢慢积累成为我们对抗懒惰的强大力量 当我们养成这些习惯时 我们的灵性修养也会随之提高 灵性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提醒自己 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规律的灵修活动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面对懒惰时 始终保持清醒 不被其所迷惑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灵修活动太过抽象 难以坚持 但其实灵修活动 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只要我们每天抽出几分钟 专注于内心世界 就能够取得显著的效果 这样的灵修活动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抵抗懒惰 还能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愤怒是一种我们都熟悉的情绪 但它往往是最容易失控的诱惑之一 愤怒如同一把双刃剑 让我们瞬间失去理智 做出后悔莫及的行为 这种情绪既危险又具破坏力 对我们的灵性成长和内心平静 构成巨大威胁 学会控制愤怒 是我们在灵性道路上 不可或缺的修行 愤怒的来袭往往是突如其来的 也许是一句不中听的话 一个不合时宜的行为 甚至是一个无意的触碰 都能引爆我们内心深处的火药库 当愤怒占据了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思维变得狭隘 理智被蒙蔽 情绪的洪流淹没了一切 我们在怒火中所做的决定 往往是最让我们后悔的 控制愤怒的第一步 是认识到它的存在 当我们感到怒火中烧时 应该立即停下来 深呼吸 让自己冷静几秒钟 这短短的几秒钟 足以让我们的理智 重心站上风 避免做出冲动的行为 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但需要我们持续练习 才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学会用爱和宽容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是控制愤怒的另一个重要方法 爱和宽容如同清泉 能够洗涤我们内心的污浊 抚平心灵的创伤 当我们学会用爱去看待世界 用宽容去对待他人 我们的内心便不再那么容易 被愤怒所掌控 我们会发现 原来许多让我们愤怒的事情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举个例子 当我们在工作中 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 愤怒往往是我们的第一反应 然而如果我们能用爱和宽容的心态 去看待这一切 我们会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一个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更有智慧的契机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 我们的愤怒便会自然而然的消散 同样的 在家庭生活中 愤怒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夫妻之间 亲子之间 因为一些琐事而发生争吵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 当愤怒升起时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爱和宽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学会倾听对方的声音 理解对方的感受 用爱去包容一切 这才是维系家庭和谐的真谛 在社会交往中 愤怒同样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与朋友 同事之间难免会有误解和摩擦 这时候如果我们能用宽容的心态去对待 将心比心 我们会发现 许多矛盾其实都是可以化解的 与其让愤怒摧毁我们的友谊 不如用爱去修补这些裂痕 当然 控制愤怒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们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 不断的练习 每当愤怒升起时 我们都应该问自己 这样做值得吗 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 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愤怒的危害 才能下定决心去控制它 愤怒不仅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 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科学研究表明 长期处于愤怒状态下 会导致高血压 心脏病等多种疾病 我们的身体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 任何情绪的波动 都会对它造成影响 当我们学会控制愤怒 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得到改善 此外 愤怒还会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在愤怒中对他人大吼大叫 或者做出过激行为时 我们会发现身边的人会逐渐远离我们 没有人愿意与一个动辄发怒的人相处 这样一来 我们的社交圈子会越来越小 最终变得孤立无援 我们要明白 生活中总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总会有让我们愤怒的事情发生 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不能改变别人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我们不能控制外界的环境 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当我们学会这一点 我们的心灵将变得更加强大 最终我们会发现 控制愤怒并不是一件难事 只要我们有心 只要我们愿意去学习和实践 我们都能够做到 愤怒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被愤怒所控制 当我们学会用爱和宽容 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我们的灵性将得到升华 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